大家好,我是摩登鱼小龚老师 今天和大家谈谈摩登鱼摆蚌的气球 摆蚌能够增强身体的流动性 摆蚌需要脚步挤压地板 膝关节放松 有弹性的配合 腰胯发电 从而获得更大的推动力 向钟摆式把我们的身体摆动起来 这里需要注意强要两点 一,在摆动的时候 在外观看一定带来肩膚自然清洁 摆动身体不是肩膚的发明 第二,要体会上身带动 真的是移动力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摩登鱼小龚老师 今天和大家谈谈摩登鱼接触点与引导 一般来说,摩登鱼五半之间 大好架行之后 共有五个接触点 胸内下部身体接触与引导 是最主要的 好的引导 是身体内在的引导 男士通过身体的气息 控制内部的收缩与释放 把信号传给女士 好,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做上升 内部的身体的气息在受缩 落下的时候 我们把身体的重量释放 大家好,我是摩登鱼小龚老师 很高兴与大家再次见面 今天和大家谈谈摩登鱼 中断直立的问题 在跳舞的内行的时候 腰部起到驱动和协调身体变化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跳舞整个过程中 中断直立有力量 前面收缩腹部 后面臀部通过背向前推送 头部迁移近椎 脊柱向上拉 收缩后背肌肉向下压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跳河登鱼所需要的艺术性 下面我给大家三个建议 第一,在平时生活当中要保持好良好的姿态 二,拉住中断需要体能的锻炼 三,在平常练舞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拉住中断 这种形成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 教给大家中断的训练方法 双脚平冷 收紧头部 拉长中断 臀部 肩胛头部 紧紧地靠来墙壁上站立 这种训练方法 一次十分钟左右 每天多次进行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